诚意、张雨昕的化学反应在线 南风之我意挑战现代巨星记录 诚意作为娱乐圈的顶流 他一直都在致力于拍剧 基本上一年365天 不是在拍剧 就是在拍剧的路上 自从他走红以来 也是真的努力 他的资源方面是不缺的 毕竟作为大流量 外戏非常多 他的公司欢瑞世纪 也非常看重他 基本上公司的重点项目 都会让他优先选择 他自从琉璃开始 已经实现了三连报 他已经成为了暑期档的神 基本上每年的暑期档作品 都能够突出重围 得到大家的喜欢 去年他和杨子主演的《沉香如谢》 至今让人念念不忘 今年他主演的大男主剧《莲花楼》 再次凭借口碑逆袭 成为了爆款剧 他手里自然还有不少代播剧 有现代剧 也有古装剧 还有一部羁押剧 他就是《南风之我意》 他杀青距离现在已经过了两年多时间 这部剧是一部现代剧 他讲述的是男主为了寻找天然药物 和进行医学调研的女主相遇 两个人从一开始的误会 到后面真心相爱的故事 这部剧是成意和张 与希一起合作的 两个人的关系也挺不一般的 他们已经合作了三次 同时还是同个公司的同事 《南风之我意》就是三大作品 前面还有《琉璃》和《宇军歌》两部 这两部剧都是古装剧 而且都已经播完 现在至剩下《南风之我意》 这一部剧 是一部现代剧 《南风之我意》看起来 似乎并没有什么需要被羁押的地方 但是他就是被羁押了好几年 如今终于有好消息传出 那就是他即将来袭 现在他已经开始重新招伤 只要招伤顺利 就能够马上开播 这按理来说并不难 毕竟成意的人气摆在那 今年又出了爆款 相信一定会很顺利 成意这次饰演的是男主傅云深 从剧照来看 还是很不错的 不过他目前为止 在现代剧方面还没有爆款剧 不知道这一次能不能有所突破 他手里的爆款剧都是古装剧 而且相较于现代造型 他的古装扮相也更受欢迎 现代都市剧一直是电视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意在过去的作品中 已展现出了出色的演技和广泛的人气 但与张雨昕的第三次合作 仍然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和期待 这部《南风之我意》对于两位主演 无疑都是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 张雨昕的深情和诚意的沉稳 在以往的合作中 已经为观众带来了很多的感动 现代都市背景下 他们能否创造出与以往不同的化学反应 成为了观众关心的焦点 现代剧的背景和故事设定 对于演员的演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仅要展现角色的内心 还要展现他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各种挑战和冲突 成意的演技一直受到业界的认可 但每一部作品都是对他的一次心的考验 在《南风之我意义》中 我们期待看到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成意 更加深入人心的角色刻画 至于成意和张雨昕的搭档 三度合作是否能带来新的火花 也是观众关心的焦点 两人的合作经验和默契 无疑会为这部剧增加不少看点 但能否在这次合作中 突破以往的表现 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 也是对他们演技的一次大考 总的来说《南风之我意》 无疑是今年最受期待的电视剧之一 无论是演员的组合 还是故事的背景 都为这部剧增添了不少亮点 我们期待成意和张雨昕在这部剧中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